1、2、3、4 去洛杉磯旅行 如果你沒有去到荷里活大道 就等於你沒有去過洛杉磯 這條大街真的很大 有23萬平方米 很多景點,有很久走的 來到荷里活當然要觀星 來到這個荷里活街 地上就有很多出名的導演 和明星的名字在地上 看看是誰 這條在荷里活的星光大道 真的比香港的一條很多 它總共有2500顆名人 和明星的星星 在地上 在荷里活大道沿途15條街 你也會看到這些星星鋪滿整條街 如果你在這裡遇不到明星 你也可以在地上跟星影相片 你看到這裡隨時有人坐在跟星影相片 有Christina Aguilera 近期最出名的Talk Show主持 Jimmy Kimmel也在這裡做直播 每晚都是 但逢一至五還有免費入場看 而且還要拍攝 在荷里活的Bulliver 這間戲院 就是荷里活很出名的一間明星 專門在這裡做手影的戲院 有多少人 在荷里活大道這個戲院 在1927年開設的 遊客除了來看電影之外 當然是來觀星 以及跟巨星的首長人拍照 荷里活大部分的電影 都是在這裡舉行手影的 連1977年第一套的星球大戰 都是在這裡拍照 趙薇和黃曉明都在這裡 看看趙薇的手張有多大 她的手這麼小, 看見到嗎? 黃曉明的手很大 Tuberger 荷里活多什麼? 當然是明星 有明星出沒的地方 當然多記者和狗仔隊 對, 有很多不同的地區旅行 但最吸引我去參觀的 當然是這個, 跟我來吧 我現在跟這個導遊去 荷里活狗仔隊團 這裡有很多不同的狗仔隊團 但我選了這個, 這是私人攪的 因為它會很清楚星星去哪裡 現在上車了, 我們好像很秘密 你好, 叫Emily 我是一個私人旅行的導遊 我們會做一個特別的旅行 叫做Paparazzi的經驗 這樣會讓你更近 你的最愛的男人 我們會帶你去一個特別的旅行 帶你去你的味道和興趣 我們會走到L.A. 去不同的地區 有些可能是一個男人的房子 有些可能是一個特別的表演 我們會做各種各樣的事 讓你享受到最棒的經驗 讓你享受到最棒的經驗 讓你更加深刻的經驗 所以現在呢, 我就在一個 Paparazzi Tour的私家車裡面 現在這個司機帶著我們去 在這個荷里活的地方裡面 怎樣可以找到明星 首先呢, 我們要去Brett Pitt的家嗎 對, 天啊 天啊 天啊, 我們現在去Brett Pitt的家 他在城市, 所以我們永遠不知道 他現在還在這裡 他當然在L.A. 沒出去拍劇 所以隨時可能可以見到他 很緊張 這裡可能是咖啡店、賣衣服的店 你隨時在裡面 都會看到這些荷里活的巨星 隨時都會看到, 因為他們就是住在這裡 有機會嗎? 有機會很大, 偶爾我們完全不幸 有機會很幸運, 偶爾我們會很幸運 我會說週末日比週末更好 你一定會在這裡在正確的季節 在慶祝季節, 可能是最好的時間 在冬天是最好的時間 冬天, 甚至冬天 夏天會比較慢, 但仍然有機會很不錯 所以我們已經差不多了嗎? 我們還不差不多了 我們會看到一個很棒的地方 之前我們到家裡 它會在我們的旁邊 這個戲院就是其中一個明星 荷里活巨星很喜歡去看電影的地方 為甚麼呢? 因為這個戲院是比較高級的戲院 所以吸引到很多巨星來這裡看電影 所以譬如你過來荷里活 想撞一下巨星的時候 你逛逛這個商場 基本上都很大機會會撞到 而且裡面有很多很漂亮的咖啡店 餐廳等等 就算你在戲院看不到一些巨星 其實你在餐廳都可能會撞到它們 撞到巨星的機會是否很大 因為它有明星的時間表 譬如手拍是甚麼時候 拍攝是甚麼時候 又或者是現在我們去一間超級市場 即是現在我們已經差不多去了 Bread Pete住附近的地方 譬如這個超級市場 他們的人很喜歡在這裡逛街買菜 基本上他們這麼多次來 都會看到禁制的 所以要很遷就時間 九月是最多明星看的時間 因為九月是影展 基本上你每天出去 都會看到一些巨星 這個位置 Tom Cruz經常都會在這裡 因為是他的信仰 坊間有很多不同的狗仔隊團 帶你去觀星 有些是私人搞的 有些是旅行社 如果大家參加旅行社那些 他們的旅遊巴 是進不了私人住宅區的 這就是Bread Pete和Angelina Jolie的家 你可以看到這裡 你從這裡看不太多 但你會有更好的景觀 往前往 這間就是Bread Pete和Angelina Jolie的家的後門 雖然我們進不了去 但經過也很好 你看到星的家 是要進入世界 比較秘密的 剛才他跟我說 是私家車才可以進去 看看這裡有多漂亮的車 這條路不是明星 而是名人 這條路應該是 這條路很漂亮的 這間就是現在 很帥氣的男性 Zak Avron的家 看到嗎 就是這個 你看到這條路 要走進去已經很遠 而且他有很多安全 所以我們是不能下車的 我們只可以停一會 不能下車 因為我們不能阻礙別人 我們要做一個有品的人 經過就算了 然後我們待會就去 Bread Pete和Angelina Jolie的位置 這條路是 這條路有很多草的地方 很多樹木的地方 就是他的家 我們不能停止多久 因為這條路是別人自己的居住 他曾經曾經 有一對遊客下車 下車了幾秒而已 基本上已經立即有安全安全 出去趕走 我明白的 因為這是自己的家 他是一個巨星而已 但他也是一個普通人 他也想有自己的生活 不想回家就不要煩著他 對吧 但這次我也是經過 我沒有煩著他 不要覺得我在這裡做了 一些不太好的事 現在就帶我們去一個 荷里活巨星很喜歡去的超級市場 這間超級市場一定是很多名人 因為上面的隔壁 就是明星住的地方 可能你在挑選菜心 你旁邊就是Angelina Jolie 如果你不想參觀一下那些明星 你想尋星的話 這個旅程就可以…行了 洛杉磯這個充滿名人和明星的地方 觀星的景點又怎止那麼少 剛剛看完星光大道和狗仔隊團 不如就靜點去參觀博物館 也是和明星有關的 跟著我來吧 來到洛杉磯 你怎可以不參觀一下這些明星的博物館 這個就是美國最大型的 音樂頒獎禮的博物館 進去看看 這個博物館位於洛杉磯市中心 在2008年開幕 它有四層高 分別展現了一個非常有名的 音樂頒獎禮歷史 和各個得獎者的資料在裡面 它還有一個可以融立三百人的劇院 很多時候都會請一些名人巨星來表演 很熱鬧的 我最喜歡SWIFT的 你看 這裡有他寫歌的稿 很想拿回家 MJ 這套白色西裝 就是當時的一套 Thriller的封面碟 這套有寫在這裡 還有這套 紅色 你記得那個MV 有天Thriller那首歌的MV 就是穿這套紅色戰衣 還有簽名 他經常戴的頂子 你看看這套 你看看這套 是其中一個演唱會的衣服 還有這套 全部的珠片是用人手釘過去的 有過千粒 挺厲害的 還有手套 你看看這套 三角的衣服 真的會刺死你 這部The Amazing Talking Machine 就是最早期的錄音機 很有趣的 首先你要不斷轉這個按鈕 直到聽到哪一聲就說話了 Hello 我是Christy 娘子佩 我正在拍照潮流 好呀 聽住了 現在正在錄下去了 然後就會出來 你先說話了 Hello 我是Christy 娘子佩 我正在拍照潮流 好呀 聽住了 第一代的錄音機 完全不懂得玩 回去問問人家怎麼玩 就算問了人 也未必懂得玩 這裡也有一個小小的位置 讓大家展示一下 自己的音樂才華出來 全部的義氣都很專業 來玩的人也不少東西 你看我後面的帥哥 玩得多陶醉 我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找到一些中國的代表 你看狼狼都在這個藝術那裡 這裡就是Beetle世界 有很多Beetle的東西在這裡 它的手稿 吉他 碟子 報紙 新聞 很多東西 看看有什麼好嗎 走吧 我很在家 大家真有什麼好處 那好吧 你怎麼這麼小的? 簡直是寶寶大也可以 這個博物館的入場費 是12.9毫美金一個人 如果你們是這個頒獎禮的支持者 這裡可以足夠你們逛了半天 不過要記住 他們部分的展品每年都會更新 如果明年你們去的話 可能跟我拍攝的有點不同 我在這裡要感謝我的爸爸媽媽 感謝我的公司 感謝我的…不知道什麼東西都好 在我後面的四張照片 就是今年音樂節 音樂頒獎典禮 獲得獎的四位歌手 看完這麼多荷里活明星的景點 也要參觀一下洛杉磯其他明星 LA的墨西哥街和海市沙灘對嗎? 稍後回來繼續美國潮什麼 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話 教宗周圍都有很多墨西哥人 所以這裡會找到很多很好吃 以及很地道的墨西哥餐廳 而在洛杉磯市中心的附近 就有一條墨西哥街 走進去, 簡直好像自己去了墨西哥 這裡有東西吃, 有東西看 還有東西買的, 在這裡 好, 好了 LA很近墨西哥 大概開車三個多小時已經可以到 所以這裡也有很多墨西哥建築 或是一條墨西哥街 也很有名, 很多人來 不過我聽說 因為墨西哥那邊某些地方很危險 所以我懶得去 這次還是留在LA 不如進去看看這條墨西哥街 看看有什麼吃和買, 走吧 很多墨西哥買到的東西 這裡也會買到, 其實 大帽、筋 你看這個, 看見嗎 應該是駱駝腳的水壺 21.9毫半, 即是…八, 百多元 如果是真的, 也值得, 但你敢喝 會不會有馬味, 駱駝味在裡面呢 有一個感覺, 像上次拍拖姐有問題 是真的, 但你敢喝, 會不會有馬味 去到秘魯那條街買東西, 很喜歡這些地方 這些就是墨西哥的服裝, 你看 穿上街也挺熱的, 我覺得 整套婚紗, 我想是婚紗, 是吧 299元美金, 藍裝也有 好像MJ, Michael Jackson 這些真棒, 美西哥章章, 是吧 墨西哥打架的這些, 這些真是搞笑 有很多款式 你平時看的那些摔角在電視上看 他們全都戴這款的面膜, 打架那些 是一些墨西哥的傳統食物 他們有一個節日就是拿著這些 骷髏骨頭來慶祝的 如果大家喜歡墨西哥的傳統 走完街吃完東西之後 可以去這條街旁邊的小小廣場 看看這些墨西哥的亞之特克人 和他們的表演 不夠後來, 他們還有一個免費的團 帶著你走和講解 不過去之前, 記得上這條街的網站簿 因為它夠人才成團 墨西哥的食物我最喜歡吃 那些茄莉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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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莉 我最喜歡吃的, 吃一下, 看看是春卷的 你好, 我可以吃兩隻牛肉嗎 謝謝 謝謝 這就是牛肉肉肉 挺划算的, 三個半有兩條 我沒試過, 雖然我很喜歡吃墨西哥的食物 看起來像一條春卷, 你看到嗎 但它將皮炸起來, 包一些碎的牛肉 很美味, 因為我生日太喜歡吃墨西哥的食物 所有的墨西哥我都很喜歡吃 還有加上紅包醬汁, 很美味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排隊的 這間店專門買小巨大, 辣辣 這條墨西哥的名字叫Overa Street 這條街並不是很長的 但裡面都有70幾間店內 全部都是賣墨西哥的貨品 他們經常會舉辦不同的活動 全部都是有關傳統墨西哥智日的活動 所以一年四季 都會找很多遊客來參觀 來到美國, 如果大家想購買便宜的 不是一定要去外面的 像大型商桌裡的店舖 有時也有很便宜的東西收拾 就像我身後這間店舖一樣 我曾經試過拿12元美金 買一雙N字頭的球鞋, 而且是新款 不過大家一定要尋覆, 因為要慢慢找 好, 快進去找東西吧 這間專賣便宜的連鎖店 基本上整個美國都是 但每一間都有不同的貨品 如果大家不介意像我這樣慢慢尋覆 你一定會找到又便宜又漂亮的東西 買回家 就像這雙T字頭的布鞋一樣 我記得在香港大型商場見過 二百多元的特價座 現在這裡只有二十四元 即是二百多元港幣 不…八多元港幣也比香港一半便宜 對 買完衣服, 可以找找家裡的日用品 這裡的廚具起碼便宜, 外面一半 你看這裡除了有三副鞋物之外 其實家具也有 而且價錢也很…便宜 你看, 這張… 這張是八十元, 但質感很好 你知道美國人很喜歡做運動 所以這裡的優惠褲、背心 這些頂部的選擇有很多 而且只需十五、六元 你一定比在香港買或是在歐洲買 我覺得這裡要尋寶, 看看我尋到甚麼 清潔 這件還不錯, 是我的風格 這件是H字頭牌子的, 美國牌子也是 多少錢?這件 十二元而已, 好, 這件呢 還有呢?這件也挺漂亮的 Tip Tock 十元, 真的很划算 好, 大家會看到我上鏡就穿這件 這裡眼鏡也有很多款式 譬如這副這樣 猜猜多少錢 五元而已 這件A字頭牌子的運動褲, 十四九九 這雙一盒拿來送禮物給人 才是三九九四元 很有趣, 看見嗎? C字頭的藍裝底褲, 無謂給大家看 便宜到是六元, 有兩條 很划算, 買吧 這次先買這麼多 如果給我多一點時間 我真的可以撿到整輛車都滿了 唯有下次吧 買了幾件衣服, 買了太硬 現在去付錢 在L.A.購買完, 不如帶大家去沙灘吧 不過不是游泳, 而是看好可愛的東西 我現在來到San Diego 距離L.A.大約兩個小時左右 這裡是一個很適合小朋友 或者度假的地方 譬如像這個沙灘一樣 你可以來這裡游泳, 可以來這裡潛水 然後你還可以… 旁邊就有一些C-L.A.人 還有C-O在跟你一起游泳 不用付錢的 後面你看看見一堆C-O, 即海豹 放在這裡曬太陽 你當然不要過去摸它 但你站在旁邊拍照 很近距離的接觸 它也不會理你, 去看看 這個沙灘全名為多海獅和海豹 這裡其實就是他們的家 所以他們差不多一年四季都會在這裡 雖然他們不怕人 但我們也不能太過分地攪拌它們 現在我身邊大約有30隻左右的C-L.A.的海豹 在這裡圍著我 他們全部都是閉著眼睛 現在正在睡覺 他們很有趣 全部都好像一個搭一個 一個打一個 一定要黏得好 不可以一隻分開在這裡睡 你看見一組的 這堆挺有趣的 頭疊在其中一隻的屁股上睡著 這些是反腦睡著 但全部都要黏在一起 而且他們在這裡睡會有鼻寒的聲音 這樣… 然後我不敢太大聲說話 怕吵著他們 這裡那麼多隻海獅和海豹 究竟怎樣分開它們呢 原來海獅是啡色的 而海豹就是深灰色或者黑色的 如果你聽到有些咆哮聲的話 那就一定是海獅來的 你看見這隻比較孤單一點 你待會看看 剛才我不知道它放在這裡 因為它跟石頭的形狀一樣 如果切了它的頭的位置 我差點想踩下去 太像了 這隻是另外的, 比較有趣的 你看到嗎 在這裡看來看去 我站在這裡看著看看 還有剛才這個 草戀的就是這隻 在這裡喊 多有趣的, 你看 你看 除了這裡有那麼多 除了Seal和Sea Lion之外 亦有很多遊客在乘搖 因為這裡有很多美麗的海洋生物 他們浮潛是很美 望到很低 但我覺得今天是頗冷的 所以他們也頗捱得冷 我想現在應該只有15-16度左右 早上的氣溫 晚一點就會熱 但他們的衣服就像白白 就這樣下去游游游 你看到很多人在 Lajoya Cove這個小海灣 是San Diego其中一個 很受遊客歡迎的海灣 尤其是喜歡玩浮潛 潛水或餐廳的朋友 因為這裡的浪不是很大 水面也很平靜 而且它是受了生態保護的海灣 所以不單是海底 會有很多很美的海洋生物體 有時連泡沙都會看到 所以今天這麼冷 也吸引了這麼多人來浮潛 有很多海鮮和海豹一起游泳 剛才那邊有沙灘 可以近距離和海豹游泳 而這裡有個位置給你釣魚 你看到很多人都在釣魚 拍照,任意不生氣 又可以拍海豹在這裡 曬太陽, 休息一下, 睡覺 很棒 有很多人都在釣魚 在這裡 讓我來這裡 看見海豹 沒有太陽, destroys